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不说风神演义了,改说欧洲的哲学三节 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确实蛮有意思 它有意思的里面是因为我们采取比较简洁的做法 名人名言嘛,这些话是对人们来讲是一种指导性的东西 才成为名言,但是这样的名人名言完全不是国内通常说的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完全在人中打转转 面对出现的一切,它探索不到事情的根源 心灵鸡汤探索不到事情的根源 也说不清楚事情的缘由 我现在,而人们一味的去忍耐与坚持 他没有背后生命的根脉,一切都是扶贫 没有背后的根脉,一切都是扶贫 那共产党人说,共产党教育中国人 无神论的概念让你失去了你生命的根脉 但它的根脉却有,它的根脉是魔鬼 它的根脉是魔鬼性 它的生命的根本就是魔鬼性 它的生命的根本就是以残害 就是吸食人性与精华作为它生命的基础 而人不是 所以它就变成了无神论跟进化论的一切科学 所谓科学的理论是用来欺骗人的 蒙蔽人的,然后杀掉人 而人们在虚无的这种贪婪的膨胀中 宁肯被它欺骗 这就我说咒王看见达基了 完了,完了 他看到达基了就引发了他的欲望 他的贪欲,他的贪欲就让他及时行乐了 从而摧毁他 而咒王本身不是狐狸 他不是公狐狸 他不是那种动物 但他被摧毁,被吸食的过程 是他自己失去认识自己尊严的过程 我以为这话是那么回事 讲的比较是那个意思了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是双倍的无知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是双倍的无知 这是柏拉图的一句话 他之所以双倍的,我觉得之所以双倍的无知的概念就是 人生一世,我自己理解 我也不知道这句话的背景 人生一世的过程 就是一个对自我生命认知的过程 而对自我生命认知的过程 是应该一种否定自己的过程 才能认识自己 否定自己的现在 才能认识自己的未来 你往前慢一步 才会有第二步 你走了第二步 才会有第三步 而任何第二步否定第一步 第三步否定了第二步 人在往前走啊 人说后退也是这样 是,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人的前进是否定的过程 而不是前进的过程 前进是表象 真正的内在是否定 那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就是双倍的无知 就这么回事咯 所以当人们不知道自己无知 而茫然去做的时候 就叫进退失据 我觉得今天这话讲的相当的精辟 自我夸奖一下 中美贸易战呢 走入了一个应该走入了一个深水区 按照中共的说法 走入了一个依然保持着相互对赌的做法 但是在这种对赌的概念当中 中国在应对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 跟他的宣传口径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冲突 第一个冲突是在大豆上 大概两个星期之前 纽约时报就登过一篇文章 说中国太需要大豆了 黄豆太需要大豆了 他打半天 到时候他还得从美国进口 结果前两天呢 再次出现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 中国大豆如果这么对赌的话 它的缺口达到九千万吨 它是整个需要是九千万吨的 还是缺口是九千万吨 那一句话 他要不买美国大豆 他就没豆子吃 那太多的 没豆子用 太多的地方没有豆子用了 所以根本他打不起 他根本打不起的 那在在大豆问题上呢 就出现了相当的反复 就是说到底买和不买 所以在在新闻中出现了一些荒谬的 有一种有一个新闻就提到 有条船 美国进口的大豆到了大连港外面 是大连港还是旅顺港 还是在这个连云港 就是这一片在距离港口的附近 还有三个小时的里程的时候 当时呢 7月6号贸易战开打 这船就瞎了 这大豆就进不来了 所以船呢 已经在外海漂泊了一个月 现在没结果 可是另外的报道又提到说呢 中国又从不同的渠道 在进口美国大豆 所以就在大豆上显得很矛盾 那在第二票货 这是340亿的货单当中 但是在周末追加上的将在23号实施的 另外160亿的对赌的货单中 那中国更加务实了一些 你只能叫务实 也不知道你从务实的角度呢 又反映出他确实在贸易战上 他没有能力打 在一些至关非常关键的问题上 他没有能力打 贸易战只是关税战 如果后面切断贸易来源 切断了贸易 你不是同样是完蛋吗 华尔街日报 中国关税策略反转 美国原油不再是报复目标 在160亿的美元的美国商品清单中 最初在清单上的重量级武器 原油赫然消失 这就是最典型的问题了 他打不起就在这 他可以列单子 但有些东西是他必须从美国进口的 这么讲 有些东西是必须从美国进口的 他都不敢去打 原油在最初的列单中 原油是其中之一 在该策略是中美刚刚开始萌芽 原油经贸关系时带来的风险 它是英文翻译过来 中国在过去两年里 已经成为美国出口原油的最大买家 占了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应该讲 他把原油落为关税报复清单 是一个相当重量的打击 就像大豆一样 可是在星期三公布的清单中却没有 商务部也没回答这个问题 那他只是说美国做法很 很无理 中国要维护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片汤话 但他没说为什么他把原油从清单上拿下来了 业内人士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 业内人士和分析师认为 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原油卖家可以轻易找到新的买家 最重要的是 中国对外国原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了 原油被移出清单就暗示今天中国正在重新评价他的威胁的概念 他真正威胁的概念 70%的原油需要进口 国际农业署说这个比例到2040年将上升到80% 他在打贸易战 但他的石油虚口70%需要进口 他主要的进口商是在俄罗斯跟中东的谁 应该是沙特 但是美国的原油有着他一些品质上的不同 他只能从美国进口 那所以他就更不敢加税了 等于他从美国进口 他在加税的话 打击的是他自己 对吧 他就不能加税了 那就变成他打不起 其实就是打不起 如果这样的话 那有关美国原油对中国的打击力度 远远超过了贸易战本身 就像中兴一样 在贸易战中 当中国把原油的概念撤掉之后 自爆其短 那明天川普如果说 终止美国原油进口 向中国出口 采取行政命令 进入准战争状态 经济战争状态 你又将如何呢 这是硬碰硬的东西 一个分析师 华尔街的 叫Oliver 如果中国对进口原油加征关税 将自讨股市 去年 过去两年 从美国进口的原油增长两百倍 大家可想而知 他的依赖程度了 但总量很少 他总量不多 但是原因就在于 已经成为美国原油 主力的 叫清脂低流油的价格 低于 中国传统石油供应国 所生产的中置含流油 而中置含流油呢 提效率低 污染更加严重 完了 美国的原油质量更好 就这么讲吧 他可以不进口美国原油 但是呢 给他自身带来的伤害 远远超过 这个本身 对吧 他不是没有代替品 他可以有代替品 但你们家就卢筒子 原油 他就有一个污染 你们家卢筒子就得换 原来十年换不了 今天一年就得换一个 就这么回事 天气就更加黑了 就这么点事 你用不用吧 人家东西好 这不是自暴其短吗 就像中兴手机一样吗 你们家什么都有就没新 你用不用吧 你看现在不讨论中国新了吧 都没事了吧 那不是瞎掰吗 对不对 说你们家没糖吃 说没关系 我们家有糖玩 打虫子的 打回虫的 那你就吃糖玩吧 你愿吃你就吃啊 这不就不是这么回事吗 所以 所以这 猴子玩花满景 中国在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炼油厂 都开始做出调整 近年 都在使用美国的轻质低流油 如果中国不要美国的石油 美国石油很容易找到下降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资深经济学家 艾瑞克 美国的轻质油不会从市场上消失的 其他亚洲国家都会竞相收走的 石油高管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美国11月份 重新启动对伊朗制裁之后 中国也打算从伊朗进口石油 现在为此作为铺垫 那有可能 因为你制裁了 因为贸易战的原因 所以我要从伊朗进口石油 而川普对伊朗的打击的概念 明确讲说 谁敢跟伊朗做生意 我就打击谁 那中兴就是这么出的事情 华为也有这样的成分 那如果习近平愿意这么做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自己的选择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说 经济战的全面的这种 当你跟世界人为一体的时候 你根本摘不 你想抽身摘出去 摘不出去的 你想走到闭关自首的那种 关起门来自己 自己种粮食 自己吃 自己吃完 自己大便完了 自己上肥 不是那个年代 当然你一定要回去 谁也挡不住 说我就这么着 那没关系 对不对 反正人终有一死 人组成的环境也终有一死 科罗拉多的一家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但如果中国向美国进口石油 征收关税 美国豁免中国进口石 伊朗石油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那征税会引起进一步的激怒美国的风险 这谁都知道 不用这些专家学者 对吧 所以我以为这是表现出来的 现实环境中的一个 一个根本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个根本就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拉图 孩子害怕黑暗 情有可原 人生真正的悲剧 是成人 害怕光明 孩子害怕黑暗 情有可原 人生真正的悲剧 是大人 害怕光明 什么叫光明 真相 对吧 孩子惧怕黑暗 那是一个自然的生理反应 但是最大的悲剧是成年人惧怕光明 光明的概念 在我眼睛里 在现实的意义中 就是真相 人们惧怕真相 人们回避真相 人们掩耳照灵 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狭隘的一个 氛围环境中 对吧 就像 谁呀 亚历山大说的 他不惧怕一只羊带了一群狮子 他却惧怕一群狮子带了一群羊 那如何理解狮子呢 不惧怕光明的人 不惧怕光明的人 而惧怕光明的人就是羊 所以同样是这些伟人 这些哲人讲的话 那有地放尸的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 对不对 那狮子他是光明的 在这个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 你就知道 他面对光明 接受光明 就是面对真相 接受真相 那你是打不起他的 因为他没有短处 因为他没有短处 生活在阴影之下的 生活在阳光阴影之下的 那他带来的一切 一定是有着他阴暗的一面 有着他不得见人的一面 那就是他被打的最关键的地方 当他躲到阴暗处的时候 就是要隐藏 就是要隐藏真相 是不是这道理 那今天现在在贸易战中 有关缘由的问题 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份坦诚 他知道打不起 但是他又要打 所以到底是坦诚 还是自暴其丑 还是自暴其短 那都在其中 对吧 都在其中 所以 人家希腊的三位哲人 还是有道理的 他讲出的话 可以超越时间 他讲出的话 可以超越时间 而讲出的话 能够超越时间 他是一个生命的道理 他是一个生命阶层的 生命的道理 而越高 让人们看到他的 他的博大性越大 他的光明感越强 对吧 而对人们能够逃避黑暗 对不叫逃避黑暗 对人们能够认清黑暗的悲剧 永远有着帮助 那人们去会死去 可是他们两千多年前 讲出的话呢 却永恒 那也就变成了 他们讲的话 跟人的轮回转世中的灵魂一样 他是不死的 那也就说 在现实的世界环境中 我们生活在 真正生活在一个不死的灵魂中 那是人的伟大 那是人的伟大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描述 对你确实有帮助的话 就非常感谢朋友们能够请一杯咖啡 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原来讲解释过 我刚才讲了 说非常感谢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解释 这样的理解对你有帮助的话 欠什么 它的基础就是为什么请杯咖啡 第一我个人的生活 第二呢 欠什么不欠人情 人生死去 时间到了 各走各的 下期节目我就跟大家说苏格拉底这句话 时辰到了 各走各的 谁也不要欠谁 你觉得受益了 请一杯咖啡 了了这一份东西 大家都是一份干净 人生不欠任何其他人 大家得的一份干净 那是一种尊贵的 那真的是一种尊贵 我相信没有 很少有人会这么去解释说 给自己做广告 周末愉快